智慧 又來到我們的 羽前同行循古曾功夫的節目 恭喜大家 真的是現在怕死人 今天姓華不是長庭蚂蚁 是變成古王了 所以 機器人概念股的下一檔是誰 當然就是紅准 所以你有沒有跟上 那都很容易猜 我跟你講股票 都曾經在你面前告訴你 就是叫你買 你常常就告訴我說 這行情漲太高了 因為行情看起來有點多頭影 公司疲弱 所以這行情本來就要上衝下襲 否則怎麼讓你再有進場的一個機會 但是明明這個地方 真的說大家常會找旅遊 因為畢竟很多人到現在都不敢相信 台股已經來到2萬點 但是我請問你 台股2萬點我真的很可怕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 人家說比特幣要漲到380萬美元 在10年之內 那現在比特幣 那種虛擬連一塊幣在哪裡都看不到 都已經7萬美元 你一定說誰在買 對啊 你問的真好 就是有人買 這是國際化的東西都已經漲到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珍惜台股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這麼樣的乾淨 而且才只有2萬點 2萬人家比特幣是7萬美元 台股是2萬 台股的最高價股 目前的股王是姓華 是漲停板 3215塊3千喔 不是1萬喔 台幣 所以你才知道台股有多麼便宜啊 不可能清明節便盤 那種旧瓶子要專心觀念嘛 每次清明節什麼節你就要便盤 你知道嗎 你在算命喔 算命也沒算得我準 有人問老師你請教 比聖明還要準 本來就是我們不是靠 我不是跟你算 我不是算命的 算命還一邊準一邊不準 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我是用我的技術 告訴你怎麼做規劃 而且我們懂得國際觀 所以你就可以行遍天下 所以你要相信對的人做對的事 這樣可不可以 清明節第一個沒有便盤 第二個台股還有520的行情 就職行情 那現在520的行情就已經開始 就已經出現啊 或者你中間的投資朋友 真的聽了也很感冒 的確我們也不希望有戰爭 但是畢竟他就講說 就是這個原因之下 我們的未來的賴總統講了一句話 所以今天已經領先上工了 因為他增加國防預算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地方也是盤面這個地方 有點上上下下洗盤的背後原油之一 所以你看我的訊息就好了嗎 你看我的盤錢的規劃 你要看我的盤錢稿 是不是很輕鬆 你就不會亂去看空這行情 不要道聽途說 不要當長頭草 看漲說漲 看跌說跌 現在大盤漲73點 實際上是沒有量的確 因為今天賴總統講話的確 讓大家很感冒 因為他增加國防預算 但是盤面的確很給他臉 就雷虎就直接 他本來就已經向國防 並正式提交標案 爭取軍用的商機 然後他又要增加國防預算 然後我們納稅人的錢 那你要怎麼辦 你大家多賺的錢 比他來得多啊 我怎麼辦 怎麼辦呢 誰說 現在賴總統講 告訴你產業之旅要重視國防產業嘛 他還是他在當 所以啊 連國防軍工概念股 今天都來了一招開高走高漲停 你說你要不要賺 你就再怎麼樣不希望戰爭 你也是要賺一下不是嗎 因為沒有賺錢 如果真的有戰爭的話怎麼辦 當然是不可能有戰爭啊 我可以跟你肯定講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有什麼 有晶片嘛 晶片是全世界都要 那結果台灣有嘛 誰擁有晶片 誰敢跟我們 跟我們嗆聲啊 每個人都把他乖乖來拜訪台灣 美國日本啊 包括所有歐美國的國友 就是為那個晶片啊 你以為為什麼 為了跟你在談政治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中學的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與錢同心 不要太重視那些 跟我們生活沒有關係的事情 什麼叫生活沒有關係的事情 因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啊 那今天一定很多那個 政治節目一定告訴你說 哎呀這個怎麼夭壽啊 你管他怎麼講的 反正他是總統 他愛怎麼花隨便他啊 你也擋不了他啊 你就賺你應該賺的錢 你說我講的對不對 我這個人就比較似食物為俊傑 我管他的 反正我就做我應該做的事 就是不但的把錢 荷包賺滿滿 尤其碰到這種 忽多忽空的盤 你看起來這個是利空 也可以說是利多啊 所以人要有什麼 要有正能量 就告訴你 不要有那種富能量 每天要充滿了喜悅 當你有喜悅的心 很開心 就像彌勒佛一樣 你就天天會有錢 進你的口袋 因為你常常都有正能量 所以看到什麼事情 都是美好的 那美好之下 你就不會都想東想西的 你就很容易就會一些財神 也就跟你擁抱 你就是股是為了什麼 為了賺錢嘛 好 就這樣子 接著這檔股票 這樣是我們前的一檔 一檔曾經也是一檔 很多人說 你真的空氣 你的股票其外都沒有量 可以漲到油量 沒有辦法我厲害啊 所以我說真的怕死人 現在JBV要有這一次 你說老師JBV會不會大漲? 不會啦,你安心啦 我如果大漲的股票就會跟你講了 也不要追高殺地 但是這時候陳新生是我的代表作 每個人幫我們抬轎 那是人生多麼快樂的事情 駕駛艙、航電的 它本身跟法國的航空巴士也有關係 這唯一得到亞洲的訂單就給JPP的 也不是因為這個而已 所以這家公司也是一家有國際化的公司 所以之前我會跟大家談這個原因 那這次為什麼沒有跟他談 因為這一波的行情完全是圍繞著帶AI AI上面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跟晶片有關係 還有跟那個世界的改變 實在是非常大 但是要在這個節目跟你講得很明白 導目你成為我的一個好朋友 把這電話撥通 因為你成為我的好朋友 第一個 你是我的會員 我們可以講一些很久很久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 講一些我的觀念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 最少你可以知道錢的方向 我們人生就為了賺什麼 真的講真的就是為了愛錢 為了賺錢 你說老師你這樣講得太熟悉 你不要騙人誰不愛錢 誰不愛錢 我都不相信 你說你不愛錢 對很多人就是很喜歡存錢 也是一種樂趣 反正錢就是一種樂趣 有錢就是一種樂趣 第一個代表是你有成就 你才會有錢 真的 如果是你自己賺到錢 你在這股市能賺到一筆很豐碩的錢 代表很有成就感 用多少其次 所以接著八怪也漲了 這都是以前我的股票 因為它為什麼漲 今年配發六塊現金不錯 因為它未來也是減重版的防彈背心 都是因為這而漲的 但實際上我要跟你講 這種股票本身不是今年真正的主流 要見好就收 見好就收 不要一直追追追 那利多之後會不會再有更高 如果你真的喜歡買的話 最少等這個129.5 好不好 這個就是價差的操作 好不好 如果你看我這個很多 我從來不排斥任何的東西 就是向前看嘛 包括美食也是一檔很好的股票 上次不是跟你講303.5會來嗎 今天已經超過了喔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喔 生技股也是政府的政策概念股 還都還沒漲 大盤來到2萬點之後 接著還有軍工生技 一定會有利一定會 會跟著來的啦 由於生技股是我們的未來一個 下一個造元產業 那他血癌的要出貨動得非常強 所以美食也是所有的生技股一檔 他現在目前不是他的一個 他不是主流 但是不是主流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買 因為這一家公司只要那種跌跌跌跌跌跌跌很久的時候 你就一直給他買一直給他買 一直給他投資 本來他就是持續會慢慢漲 現在他也是一種操作的方式 但是對我們投資朋友來說的話 他是一檔穩定型保守型 比你去籌資那什麼高配息 ETF來得好 那你買這個股票隨便都把他有錢賺 只要你他抵了破線 你盡量給他買破線 招問他就會漲給你看 因為他業績太好了 好 那現在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3月27號今天還有什麼 就AI帶動先進的風 這個就是真的 很大的餅 COVERS的需求強盡 那星雲呢 迎來出貨潮 他又給利多 利多又漲了 利空又不跌了 漲到317塊 這張股票我也不現在跟你講 現在2月22號 所以238塊的時候 我跟你講講過那個故事啊 我的客戶去那個 荷蘭跟比利時啊 他就買了啊 買了賺錢你看到現在 79塊 也曾經跌過啊 怎麼跌就怎麼都回不來 所以老是有厲害 所以跟我在一起 怕說有空 你要那種感覺 跟對的人跟 對的人跟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嘛 跟那個負能量 每天跟你看空 每天跟你看 哎呀 現在是要倒啊 你會怎樣 你人生會快樂起來 因為不得憂鬱症才怪咧 所以你要找一些很喜悅的事情 因為人生真的短短幾十年啊 說實在的 你要怎麼樣把它活得非常的燦爛 非常有益 就是讓你的人生裡面 欸 現在今年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了 所以一年過一年非常的快 你要不要好好珍惜 珍惜美好時光那種美食 那星雲的話是Cowars裡面 我很喜歡的一檔股票 也的確也很給力 現在已經三百多萬 以前當初是八十幾塊 比如說我們在跟你講 又很高很高 三到很高 好好去看看那個虛擬貨幣那個地方 你去了解一些 YouTube 或I&R去了解那種 但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麼長這麼高 這個不是我們的今天在台灣股市的話 但是從那個地方你可以放眼台灣 台灣太便宜了 我只這樣簡單告訴你 所以股票為什麼會漲 就是因為他們都可以漲 為什麼不能漲 你知道瞭解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你要多有一點國際化 當然這個地方就是你要有 就平時要有新關係 不要一直看台灣 台灣市場真的很小 跟你坦白跟你講真的 所以股票漲了什麼 很良 而且很好賺 你真的只要有什麼 在台灣市場也蠻好賺 第一個它一定要漲嘛 第二個它本身的話 只要有利多會有成長性的股票 就那些公司嘛 所以逢拉回就買接近 像新宇也不會跌 你不要再看著好了 所以你有的要不要賣 當然不要賣 會不會跌 我肯定告訴你 它漲完兩三天也會跌 因為這種主升的股票 就持續創新高 但不小心就會跌到什麼 最好買你的十日均線 那你如果跌到十日均線 那當然它就走會 就是一個機會 但是稍微等待一下 它早而又有沒有 又再創新高 找到哪裡去 我不敢跟你預期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這都是未來的 我們的持續 今年都是可以漲不停 你不是要漲不停的股票 要買會漲的股票 這就是買會漲的股票 什麼時候買 當它跌的時候買的 這個直接送給你都沒有關係 你要做哪怕些人的股票 這個的確還是要找我 因為你不敢買會漲停板 你會不敢買 就像今天有一個客戶 老師你怎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你的股票之前都沒有量 我敢啊你不敢 因為我知道它會漲啊 會漲停板 跟它什麼 我先等等 我先等等 等到有量的時候都已經什麼 它已經key home 你要買什麼 所以你跟著我就對了 不要想那麼多 但是我也不是 這張股票是我們一路給你走下來 所以這準備 那時候跟你講過3月19號 準備又要漲了 那天還在哪裡 這是以前我們的資料 那就是給你看一下 我們客戶都是可以輕鬆 因為你越是遊山玩水 你輕鬆我也輕鬆 因為你不會每次盯著它盤 漲停板你也不會把它賣掉 然後有跌 反正 有跌也跌不上你的價格 你也不會在那邊 哎唷那我賣一趟再來做什麼 你也不會想要去貪那個小錢 你說老實講 我們每天做家事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那個要有時間 現在賺又賺不多 但的確那是一種樂趣 賺錢是一種樂趣 我了解 但是你有時候沒有時間 你就是抱一個項目 那個比賺那個價差 還來得更好操作 那樂趣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做樂趣的事情 也可以啊 但是最少你要買對的股票 這樣才可以每天都出國 所以為什麼叫你出國去遊山玩水 穿漂亮漂亮 這個就穿得漂漂亮亮的 每天高興的不得了 對啊 人家說什麼 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 所以人要什麼 還是要 連佛都要打扮了 還是要看那個行頭 所以人的面相很重要 你沒有那個行頭 怎麼樣裝也裝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很多那詐騙集團 都躲到那個背後 保持一個很神秘的關係 讓你那麼覺得受不了 他越神秘 你就越想了解 把它掀開那個神秘的事 掀開到你會怕 因為他後面就詐騙集團 在哪個地方都找不到他 所以有些東西就不懂了 一定你看不到的東西 絕對 拒絕 不要去做一些 自己沒辦法掌握的事情 寧願把這個錢花去遊山玩水 實在真的台灣的物價指數 包括各方面說實在 比起全市來說 我們台灣還是非常的不錯的 雖然現在通貨朋友有點高 但是對會賺錢的人 還是覺得蠻便宜的 沒敢 因為你要賺的 比那個通貨朋友來得多 怎麼賺 我交你 交給我就對了 一樣賺大錢在找我 而且我們都有 都有一對一的一個方式可以處理 就專人清貸 那這樣子的話 針對你個人問題 我們會幫你重點式的規劃 你就要賺一倍兩倍三倍 不是問題 真的這種股票實在嚴格說 新雲你抱一檔就夠 到現在你還是什麼 很簡單 但你做不到的 有沒有漲三倍以上 因為去年講到現在還是新雲 好 接著現在還有一個 機器人說 不是給你寫一個化漢嗎 還有一個所羅門等於 這個是 是新聞寫的 我幫你抄下 我是不是特別告訴你 我有一檔股票 是下一檔的 就你要買新股的機器人 概念股再來找我 有沒有 阿水 就紅準 所以所羅門市市長 你們好可怕 這怎麼這麼厲害 哪有多厲害 因為我們從來沒在看盤的 我們就跟那個小朋友一樣 就是睡覺 好 放輕鬆嘛 因為越看 越不敢買 你又看不懂 對不對 好 你看這個地方 是不是 你就是看了太多盤 是不是 老師那天我怎麼把它賣 怎麼運氣 因為你太 你太執著的 某些懂 某些點位上面 就叫你不要看 你看不懂的 不可以說這樣的 所以叫你去玩 哪有什麼錯 好像我叫你很懶惰 真的錯了 人生有時候要什麼 身心靈的提升 錢不是說你用功就一定來的 但的確你沒有努力 是賺不到錢的 你努力什麼 你努力的花可不可以 不要捨不得花 因為賺錢有時候要有氣度 你要會花才會賺阿 你不會花哪來賺 我叫我會員盡量去花 你錢把它花掉 鍾米留著 給那個什麼 不孝子 我看過很多 那個 當然很多 這講的就算了 不孝子孫也很多 對不對 死在那邊增產 各方面你希望留著 給他們增產 導不定我們人世間 把他用光光 是跟你講真的 所以這張股票 所以對自己好一點嗎 阿公阿嬤對自己好一點 我們阿嬤希望都有感覺 你給我聽我講話 說老師你跟我真的對 你真的是我的 我的 我的博樂 我說喔真的 對啊 就像人生觀要改變 人生活快樂一點 省吃減用 冷氣不敢開 存一大堆錢 都是一大堆錢存了給誰 存錢是一種樂趣 錢是拿來花的 好不好 所以阿 我要跟大家談 你要多賺一點錢 如果你嫌你的錢太多的話 你就去救濟人家就好了阿 這也是一種善事阿 也是正能量阿 你為什麼要把錢 把他把他 把他綁了好幾個 好幾個死結綁在那邊幹什麼 你又帶不走的 欸真的 真的說實在 我們可以幫助很 你覺得你錢太多 你可以幫助別人不是嗎 那我們有能力幫人家多賺一點錢 去幫助別人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很快樂的事情阿 不是說叫你一定要什麼 大魚大肉吃阿 就是告訴你錢是拿來用的 好不好 我就幫你賺錢讓你拿去用 你不用的話 我幫你用 像我 我也是很會用錢的 真的阿 你也知道我養很多 流浪狗阿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這個能力可以養他們阿 因為人太累 人要輔導悉您阿 狗不用 但牠的遛狗滿有趣的阿 對不對 我養很多很多很多人知道 說老師你很善良 還好 因為我能力做得到嘛 那是小錢嘛 對不對 而且花個一兩個人來照顧 對我來講 能力範圍之內阿 真的我請兩個人照顧阿 我怎麼辦 我這麼愛乾淨 狗狗要刷毛各個方面 很累的耶 而且我養的都大隻的 都是人家不要的狗 特別收留的 所以老師那我這邊有不要的狗 最好不要讓我知道 如果真的我知道 我真的還會收 只是我們家 可能會被政府抗議 我聽說我已經是黑名單了 他說 何淮珍你不能再養了 你名字下面已經好幾個名額了 這是政府規定的 我也沒辦法 所以有時候我有能力而立不住 但是我可以幫忙 我可以幫忙 真的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你可以來找我 08037088 我真的跟你講真的 如果河粉裡面 有需要一些什麼 幫忙救濟的事找我就對了 我會跟你講真的阿 因為我從來都覺得錢就拿來花的 所以說你們盡量賺 盡量賺 可是匯費還是要繳 給你講真的 我這個人是從來不收一些 那個什麼免費的啦 你先怎麼樣 好像要求你再來 最好你不要來找我 我還忙得不得了 我真的跟你講真的 你最好不要來找我 找一些免費之餘去找 反正多少人被騙 你也都知道 台灣從去年到今年 一年之內 40億被詐騙群騙掉 而且都是一些貪財的 貪阿 或是一些想要交女朋友 交男朋友的 就是這種方面的問題 情感啦 那你為什麼會有情感上的問題 第一個你無聊嘛 實在有時候是緣分的 我跟你講真的 不是一定要有一個半 或沒有一個半 有時候它就是緣分的問題 你跟他上面結了個緣 他這輩子就來 你硬要去找他也沒有 所以不用去求這個東西 那你怎麼樣把它化解這種煩惱 就是多 就是什麼 你就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嘛 賺錢就是一種樂趣 好 你看所羅門長了五支 長到 我不是告訴你說 昨天就叫他起床了嗎 這兩天不就開始震盪了嗎 但沒關係 在這兩天過程裡面 我們 現在還是什麼 可是當然話說 這是我們公司的好意 我基本認為我 如果 如果你為了五支 真的為了便宜來找我 也不用了 對啦 我們今天來電是五支 這是公司的一個方案 但是真的對我來說 你如果只是為了打折再來找我 那也不必了啦 跟你講真的 你要是因為說 你要賺的是五倍 再來找我 好不好 好 那這個紅準就送給大家 好 那你說老師 你今天送我們 都已經六十三 你講這樣就是 我們就不是好朋友 我真的是 今天來送給你 三月二十七號嗎 三月十八在五十四點一 我沒有送給你 我還可以特別告訴你 在這邊的時候告訴你 不要追趕 他上次來到六十幾塊 告訴你不要追趕 買哪裡 我明明就跟你講 這是他今天公佈的 它是機器人概念國 工業機器人 Foxbox 這個地方 也是紅準製造的 那接著 這就是一個 所謂屬而門 機器人概念國 是台灣一個非常重要 目前一個 一個新主流 所以你不要錯屬而門 沒關係嘛 我還是在幫你找 那這個紅準你自己看 不要說我沒跟下 三月十五的高分數 不要追趕 散漏模組 機殼需求 包括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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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機器人概念國 後面也有提醒你了 50到55塊可以進場 55塊沒有來嗎 絕對有了 而且這高分數太超跌了 這個股票到90塊 我都不 我都不訝異 聽得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這個都是超跌區 但是你要給他時間 因為這種現行很爛的股票 的確他要有時間吸 把他籌碼吸乾淨 所以你也不要自己亂追高殺低 畢竟他的確90塊以下 都太超跌了 太超跌 那如果因為他超跌 你就有貪念 哎呦 你如果因為他便宜而買他 那我會很冤枉 你是為了他有成長性來買他 那他成長性當然目前 我們觀察出來是不錯 所以告訴你低階在55塊 目前超跌 所以等到正式來90塊那個地方 你又知道利多會緊密當中 所以這個地方慢慢來不及 還有很長的進步的空間 那信華更不用講了 我還要跟你講什麼呢 今天變古王了 所以啊 誰是古王 就不用講了嘛 沒長就這樣 所以今天多少人 因為信華 全部對我有信心 老師你有夠夠的 3月10號告訴我才2600 你是嚇了半人 連心臟都快跳出來了 而且還有人告訴我 老師你為什麼這麼厲害 沒有料你為什麼敢講 自己看2900 我沒有買最低 我2900都還在強短 而且是跟你分享過的 在這邊沒有告訴你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啊 長上去了 信華 利多一大堆 所以我們也謝謝大家 各位的支持 我們的股票 接著一檔的表現 非常的亮麗 也創新高 我說我做得很好也對 因為真的錢就是一種成就感 拿來花的 所以告訴大家 你說老師我沒錢花啊 怎麼花 就賺啊 我幫你賺啊 我幫你賺 不是叫你把錢給我 我先告訴你 這個現在詐騙很會用我的照片 拿去看 實在是很冤枉 我又不是知名人士 我只是一個小老師 請你們不要這樣子 用我的名字去欺騙投資朋友 那投資朋友也不要聽信別人 因為我從來說出來 就是不希望 我不是一個很高調的人 我基本上只做我應該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我就是愛賺錢 如果你也喜歡賺錢 你又賺不到錢 那我覺得你可以來找我 跟我來找我 所以 這這樣一句話 我們就是簡單 反正我們就是 帶你去賺市場上的錢 我說我應該有的一個 你入會就是三種會員 普通會員 特別會員 清代會員 這三種 我們也沒有什麼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話術 你說打對則有 但打對則是在特別會員上才有打 因為普通會員已經太便宜了 你為了便宜不要來找我 你為了要賺大錢再來找我 好不好 所以一切我們都是隨遜因緣 隨遜因緣 真的 有緣你就會來 你有正能量 包括你真的想賺錢 你就可以來了 那你如果這個地方還在想中想西 沒有關係你繼續想 因為你好好看看那個比特幣的那個加密貨幣 不是比特幣 我們的虛擬貨幣那個區塊鏈 多可怕 你長成這樣子 你還在那邊想 台股這個地方會不會太高了 我告訴你 你真的小屋見大屋 你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快來賺吧 不要等他有一天台股長到讓你嚇意 嚇死人 我那時沒有聽何老師講一句話 別說我沒跟你講 我以前從去年 講啊苦口婆心 講啊 真的說實在 都已經喉嚨都啞了 連阿嬤都已經有感覺了 不用吃循璃靈了 這樣聽得懂嗎 阿嬤都有感覺了 還不用吃藥了 因為他已經聽得懂我講 你都還沒感覺 你沒感覺 我也可能有一天你也聽不到我講 因為我喉嚨不太好 都一直很沙啞 因為太忙了 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的賺錢 這是我的心意 因為台灣的確是相對 對國際股市來講的話 台灣真的太太什麼 太便宜了 太 實在是 遍地都是 一大堆好股票 給我時間 你一定會賺到很多很多錢 而且這輩子你這一波沒有賺到 你這一輩子 真的 枉費 來 這樣真的沒有誇張 你 你此生如果沒有操作這一波 你枉費來股市走一招 好 好 就祝福大家 希望你就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當然你就很簡單 我說做人就很簡單 你 第一個不要執著 放下 不要想東想西 要有正能量 所以 反敗為勝最好的方法 就是找什麼 眼睛好 給你看就好啊 就是什麼 他曾經在股市裡面 大風大風經過了 很多 可以保你平安 保你無險 保你與權同行 唯有 我們團隊 因為我敢叫你買在量小的時候 今天就有人問我 也跟你講過 你可以去看一下 五二七四的量 信華有沒有 有沒有三百多張 今天有沒有爆量 你敢買嗎 昨天你敢買嗎 紅唇你敢在三月十五號 告訴投資朋友 五十五塊以下你買嗎 有沒有來 利多是慢慢上來的 我還跟你講九十塊以下 實在太超跌了 所以今天的軍工 給你回頭大漲 說實在我還覺得 漲得剛剛好而已 這個不是我真的看好的豬群 因為他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當然很多人不願意戰爭 他當然就覺得說這個題材 我覺得還好啦 還好 我也不贊成戰爭 也不可能贊的 因為我們的晶片非常強 全世界看這個晶片 所以我們要有思維 要知道國際到底要什麼東西 不要只講戰爭 你現在是什麼年代 還誰跟你戰爭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軍工概念 我認為只是一時的 也沒有好到什麼程度去 但是畢竟這是政府的政策 你就聽聽就好了 好 接著我們最後就跟人講說 還是跟大家講 你這句話是 比如說我講的 但是跟大家還是在分享 你要與智者同行 想一想 跟一些正能量的災情 就會不同反響 當然與高人為伍啊 你就可以什麼 跟人家 站在有錢人這個地方 你就成為有錢人 能登上巾峰 所以 這個地方希望大家 你要好好的做一個 真正跟著在時代腳步變化的人 不是說因為 我年紀大了 就讓人騙了 現在進來被騙的都是一些年輕人 有時候不到50歲 因為太單純了 這是真的 進來有人 有人是因為被騙 我看得很難過 就是也是都什麼 注意一下 沒有我們公司親自的 080-370-888這個電話 打給你的服務人員 包括你可以親自打電話進來 這個電話一定是我們公司 電話一定是我們公司接 然後他有一個正式的文書給你 你不要隨便聽信一些人 去把資金轉給對方 進來我又聽到一筆了 那永遠都是逃不回來的 錢一定要我在在時神明 一定要放在你自己的帳號裡面 我們公司也不可能 包括我何淮珍 不可能拿你任何的錢 叫你把錢放到我帳號去 這都是騙人的 所以請你務必要好好 把你的錢擺著 聽我的口令一個動作 把LINE 專人清代LINE要開好 跟我們要互動 注意怎麼樣進跟出 不是告訴你把錢放在別人的帳號 這是非常錯誤的觀念 記得把手續辦好就對 倒是真的 那你如果需要五折的優惠 把握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真的也很開心 你要便宜 沒關係就今天 但是不是為了便宜來找我 還是跟大家取價 你是為了賺大錢來找我 也祝福大家 恭喜大家手上的信華 跟紅準都漲停板 因為機器人概念股已經輪到紅準 那明天到你拿當股票 不小心會現買現在 可以讓你看得到 會漲的股票漲停板 那請你務必把握 9點之前盤錢的規劃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面見 拜拜 抵蕩起伏的投資市場 你總是廢哥韭菜嗎 選股操作的過程中 總是追漲殺跌 挑錯標的 在股票市場中 我們拒絕技術 去當韭菜 獲利是我們的目標 漲停是我們的期望 告訴你法人資金動向 跟著強勢股轉一波 讓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帶著您與錢同行 抵蕩